哈喽大家好,我是豆三翠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曼省温尼泊 现在是温尼泊晚上10点多 今天加拿大移民局发布了一折消息 影响了一大批人 主要是影响那些想走旅转学的那批人 因为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所以说我就连夜给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 我知道我所有的粉丝里面肯定有想走旅转学的 还有刚进来我频道的 也是很多人想了解这个旅转学到底怎么样 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政策 因为今天发布了这个这折消息 就是说之前旅转学就是说旅游签入境之后 上语言班拿的血签 其实可以给爱人申请配偶工签的 不过今天这折消息就是发布出来 就是说不能给配偶申请配偶工签了 就是你上语言班的时候是不能给配偶申请配偶工签的 其实走旅转学的一般就是想 想着就是一方留学一方工作 那方留学的就语言不好 就是一直在语言班里面呆着 就是学英语在里面呆着 那个他们的学签就一直去 一直给爱人去配偶工签 之前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过来的 也是可以拿到身份 不过今天这折消息就是说 想走这条路的差不多就直接封死了 就是说你必须在留学这一方 必须得进了专业课 他才可以给配偶去续配偶工签的 有很多人肯定会问我 那我自己来留学去留完学去拿毕业工签 去工作工作在卖省工作半年 再去提交省提名提交联邦会受影响吗 这个是不受影响的 这个主要是针对的那些 旅转学那些阴影不是太好的 想着就是在语言班里面蹲着 给爱人申请配偶工签的 这波人是直接怕死掉了 就是直接不能给配偶申请配偶工签了 因为之前是可以的 就是一直在语言班里面呆着 我就给爱人申请配偶工签 就OK了 我曾经见到一个就是说 他在语言班里面待了一年半的时间 就一直给爱人 就是他的学签就一直申请 因为语言班的学签 他不会给你太长 一般就给你两期 两期算长的了 一般就是一期的话 就是三到四个月 像漫大和红河 他就是四个月为一期语言课 他这个费用的话就是四千多加比 像MITT 他就是三个月一期 一期的话就三千多加比 差不多一个月的学费 语言课的学费就是一千多加比 之前是可以就是说 我语言班的学签快到期了 我可以再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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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随之去给爱人申请配偶工签再续 再续再续这样让爱人去连续在这边 在漫省连续全职工作半年去提交省提名 提交漫省提名之后 他爱人的他爱人的工签独立了 就是说从拿到省提名 可以让可以让这个雇主给他开一个封闭式工签 他的这个就是从一个 开放式工签转成封闭式工签 因为配偶工签和毕业工签 这些都是开放式工签 给他转为毕业式工签 给他转为封闭式工签 他的工签就独立了 这个上学的这方就不用上学了 也不用说我必须得上到那个专业课 必须得毕业 这个就是为什么旅转学这么火 为什么大家想走这条路的原因 不过这次一下出来这个消息的话 确实会影响很大一批人 上期视频我就给大家聊过了 这个英语一定一定的要好点 像你考到两三分来这儿旅转学的 我是觉得本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 不过这一则消息一出来 你就生成吧 就是好好在国内把雅思考高点 咱不说直路 你就拿一个现在直路的分数差不多要6.5 你可以拿一个就是说六分做松露曲 六分即使他这半年 就是他会给你配一期语言 一期语言就是四个月 即使他四个月 他不会让你申请配偶贡献 这个时间也比较短 或者三个月嘛 那考考到6.5直接就就可以给爱人心情 配偶贡献了 就可以直接上专业课了 在省钱省时间这方面的话 这种双楼券 这种双楼券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所以说想走旅转学的这天就是说 这是整个加拿大的一个公布 就是说所有上就是必须得到专业课 他才能给配偶去配偶贡献 嗯 这是一个官网上的一个信息 所以说我我今天就连夜给大家就是聊到这个这个话题 其实身边也有很多人旅转学过来的 不过这些红利的话就是慢慢就没有了 我觉得在移民这条路的话 只要想做了就快点去 不管你走哪条路就快点入境加拿大 我是觉得在加拿大境内肯定是比在境外更加顺利 更加方法更加多 还有一个比较省钱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我也不是这么专业的 只是说有粉丝会涉及到这些内容 我就给大家具体的就是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吧 有很多人说那你们不是旅转学 其实我们不是旅转学 我们就是外面已经就是拿到在国内就拿的学签直接过来的 呃 直接都等于来这边上学的 也不是来这就是说旅游先再去申请配偶 呃 就是再去申请那个 呃 学签的 其实这一批人还有一批人就是说孩子陪读 就是家长陪读孩子来上上学的 是先让先办 先办孩子 那个再办自己的陪读签过来再去做旅转学的 所以说呃 也会影响到这一批人 这一批人的话 我是觉得你们可以要是专业性比较强 在国内有工作的可以考虑一下怎么办 呃就是说旅转学这条路不行的话就是直接旅转工了 就是在境内转工签了 呃 我是觉得后面的话 呃 那个 雇主担保 和投资移民 应该会有相应的调整 因为 这个是整个加拿大的 曼省的话 肯定会有相应的调整 每个省都在抢人 只有有了人 他的经济 经济 经济啊什么才会往上上升 所以说 曼省应该会 紧接着会出 应该会出他一些 一系列的政策去降低他的移民标准吧 这个咱要再来等等看吧 反正我是就是说 今天就是主要给大家聊了一下 这个 呃 上语言班的这个学签 复习方 拿这个语言班的学签是不能给 爱人是你朋友工签了 呃 你们你们就可以想想其他的办法 或者你们你们觉得自己可以 OK 你们也可以走这个旅转学 不过现在旅游签是 嗯 必须打了那个承认的那四针 才可以入境 要是像 这个 呃 父母探亲签证的话 BC省就是说可以 你这功能已经 已经打了两针了 直接在 呃 直接入境加拿大入境道 问个话 呃 呃 来来 问一波 再 就是 去家隔离四十天就OK了 不过像 那些旅游签的话 必须得承认那 那四针 霍瑞 莫德纳 墙商 呃 还有 还有哪个来着 这四个 这 这四个的话 反正 呃 旅转学 我是觉得后面可能性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因为 呃 因为这个旅游线 一直在 开放不了 所以说你们要是走 想来加拿大的 我建议建议你们 就在国内好好把 养思 最起码最起码 考到五分以上 呃 那个不管做故事担保 做投资移民 做流血 相对来说 比较好做点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忠告 那今天咱就聊到这 有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订阅 谢谢大家